新美视警方抓到一名专门闯公寓的窃贼 调查之后发现 这位张姓嫌犯从99年开始 在板桥地区连续犯下了20多起的窃案 而这一消息我们立刻连线一个记者杨荣 杨荣 好 说不可以看到呢 画面上呢这名张姓男子呢 手上呢是拿着木棒 那在住宅呢的像弄尼呢 是来回穿梭来找寻下手的目标 那另外呢他除了要会走路来行场之外呢 那他也会呢骑着那个单车到处去看 那他骑着单车呢 等到找到下手的目标之后呢 他就会停下来把单车放好之后呢 就立刻呢是进到那个家门闯控门来偷取现金 那他非常聪明呢 他不会偷有价的东西 例如是名画或是名包之类的 他会专门偷取金钱来逃避查契 不过还是被警方调编到监视器逮捕到案 那另外呢这名男子呢是40多岁 他其实有很多前科技名冠犯 那他专门呢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地区来偷窃哦 那总共呢至少犯下20多起的案件 那得手金额呢有30多万元 那警方呢透过监视器是把他逮捕到案 也就是来自现场这些状况 主播 好谢谢杨荣 我们看到呢这名专偷公寓的窃贼呢 最后还是在警方之下落网了 那么接下来请休息一下 好 对 跟